大家好,之前录了两期揭露文昭的视频,包括他和他老婆的真实姓名,学历,受教育程度,家庭背景,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去的加拿大,为什么去加拿大,譬如文昭在国内欠钱不还,卷款跑路了,以及他们在加拿大的资产,还有啊,这个文昭在加拿大出轨女邻居,甚至啊,生了一个私生子,应该说料是非常非常的猛的,而且啊,也非常的真, 因为昨天我打开YouTube的后台,发现这两个视频被YouTube给下架了,下架的理由呢,就是本人举报,泄露了个人的隐私,大家也知道啊,之前摄图日记也在他的视频当中,公布了我的个人隐私,包括我的K公号,微信号,家庭住址,身份证号,联系方式,手机号,等等,当时一些网友呢,帮助我举报了,但事实上是不管用的,因为举报这些东西啊,只有你本人去举报才管用的, 毕竟啊,是我的隐私,对吧,别人帮着举报,你说YouTube怎么核实啊,所以后来呢,我也通过创作者后台,联系了YouTube的客服,同时也通过客服啊,确认了,就是涉及到隐私这种东西啊,只有你本人申诉才管用,别人是不能带为你申诉的,可见啊,这个视频啊,就是文昭本人申诉成功的, 那其实在YouTube上啊,我们可以搜到啊,说文昭的背景的,说文昭的家庭情况的,甚至骂文昭的,包括以前我也录过一些视频啊,包括骂文昭等等,但事实上呢,文昭的团队啊,其实没有任何反应的,呃,因为作为公众人物嘛,自然有很多人喜欢你,也会有很多人骂你的,这是必然的状况,他不会在乎的,如果他真正的在乎啊,就是这个事情啊, 比较的真,如果你是胡说八道的话,他是不会在乎的,这个郭德纲和于圈啊,有一段相上,就说过这么一个故事啊,说他们在这个相上台上啊,经常拿于圈打查,因为这些事都不存在,如果真的存在的话,他也不会打查的,呃,郭德纲呢,又开了一个玩笑,说假如啊,于圈和他的老婆真有事的话,我不会在这里开他的玩笑的,同样的啊,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,文昭啊,以及他的团队,为什么如此的着急,如此的, 我的糟心啊,充分的说明啊,就是我那两期视频里面啊,报的东西都是非常的真的,原本啊,我还有第三个视频,不过啊,既然文昭已经啊,又是举报啊,而且他的团队啊,也在进行金钱公关,那我的第三个视频啊,也就没法录了,所以啊,只要说一点啊,就是文昭的团队啊,在进行金钱公关,呃,其实很多的大企业都是差不多的,之前社图日记泄露我隐私,我也跟youtube的客服啊,反复的交出, 其实最终啊,不了了之了啊,因为那个程序啊,非常的繁琐啊,而且磨磨叽叽的,没完没了的,甚至啊,你等他一封回复的邮件,要等他十几天,等到十几天之后呢,又让你添这个啊,过段时间呢,又让你添那个,效率非常非常之低,我自己都放弃了的啊,那你看文昭的,这个事情啊,怎么效率就这么快呢,一举报啊,很快啊,就把我的视频下架了, 对吧,这里面啊,显然又有一些金钱公关的东西,以前看cool啊,包括看reddit啊,里面都会讨论的啊,这个很多美国人也都讨论的,其实这种大企业啊,没有什么新鲜事的,收集数据啊,泄露隐私啊,包括企业当中的一些有职权的,这个小团队吧,利用他们的职权啊,也会收取一些好处啊,等等啊,这些事情啊,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, 对吧,哎呀,不管怎么讲吧,第三季视频啊,显然啊,我是没法录了,也不是很敢录啊,毕竟啊,在人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啊,这个言论自由的情况下,很多的事情啊,还是没有那么自由的啊,尤其是,像文昭这个团队啊,还是很有money的,包括他背后的轮子啊,更是很有money子的啊,这个金钱开道啊,终究是能够解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的啊, 即便是在美国啊,也是这个样子啊,所以三期的猛料呢,基本上啊,也没法报了啊,同样的,对吧,如果通过正常的客服沟通的渠道啊,这么快要筛视频啊,显然也是没有那么容易的,嗯,那么之前报了文昭这么多东西啊,那这些东西也不能白白的,对吧,丢掉吧,等着我会在海外啊,找一个论坛啊,或者是推特啊,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吧, 把这些资料呢,系统的发出来,到时候啊,给大家发一个连接,那么最后吧,啊,一个啊,就是,这个事啊,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糟心,你像文昭这帮人,包括轮子这帮人啊,其实经常扒人家的隐私,你看他就没有事,对吧,别人包他的隐私啊,啊,他们就急得跳脚,同样的啊,作为YouTube这个平台,也是一样的,他是有所袒护的,啊,其实之前和大陆的一些方向的网友交流过, 如果是这个中文区啊,你第一次注册,往往就会给你推荐六四那三个小时的视频,或者一些轮子的视频,这些啊,都是对你进行精准的投放,精准的投位,同样的啊,即便是个人的隐私吧,对吧,对待不同的人呢,也会采取不同的标准,你看社同日记给我报的那么详细啊,电话号, 家人的号啊,还有家庭的住址,身份证号,那么详细,说实话,你要想把它举报成功啊,这太难了,太复杂了,你看文昭这个团队啊,就这么容易,这里面除了金钱的因素呢,啊,也有很多双标的因素啊,这个,这个欧美啊,喜欢搞普世价值啊,喜欢搞这个人权无隔界啊, 但事实上呢,还是有国界的嘛,包括这次阿富汗的塔利班事件,我们也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,那很多具体的呢,就不详细的说了,我想大家呀,也都深有体会啊,尤其是在YouTube啊,Twitter啊,对吧,包括呀,从香港啊,之前的反修力事件开始,对吧,谈香港的事情啊,被各种的删除啊,大家见的也是越来越多了,那好了,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,喜欢的请订阅一下。